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有港票人士牽頭成立了一個新政黨叫紫荊黨 他們開宗名義說要參政 而且還會參與香港的各級選舉 可以預期紫荊黨肯定會為那群土共建制派帶來一定影響 甚至构成威脅 現時香港最多人的政黨就是民建聯 大概有4萬多人 昨天有線新聞 特地找來了民建聯行政會議成員葉國謙 訪問一下他 究竟如何評價紫荊黨 葉國謙在訪問當中竟然嘲諷紫荊黨 說他們想招攬25萬黨員這個想法 是天方夜譚 果然是不知定 到底葉國謙還有什麼評語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葉國謙在訪問當中說 25萬人的政黨 是較為有天方夜譚的想法 說當然容易 工聯會都經營了很長的時間 才有幾十萬作為單位的人數 實情葉國謙 實在是太過看小港票群體的影響力 那究竟什麼是港票呢 比如說那班通過專裁計劃來香港的大陸人 又或者在大陸本身已經是大學本科畢業 來到香港 讀一年製的碩士課程 讀完之後就留在香港的中資企業 或者在教育機構工作的大陸學生 又或者 連本科都在香港就讀那班大陸學生 這班人是為數不少 在香港 而且落得來香港讀書的那班大陸學生 全部都在中聯版那裡登記了資料 只要幕後一吹雞 那裏說六位數字的人數就走不掉 港票又跟經單程證申請來香港的新移民有所區別 港票人士有什麼特色呢 比如說從事專業界別 工資水平一般都較高 而且是擁有高學歷等等 就不同那些說一來到香港就申請中緩申請公屋那些 絕對不是的 是有所區別的 所以之前大陸提醒那班在境外工作的人士 要繳納大陸的稅行 這班港票群體的回響就相當大 因為他們正正就是被割韭菜那班人 葉國謙就說要經營很長時間才有幾十萬人 他顯然就是不願意面對這個事實 只是計港票不計經單程證來港那班新移民 分分鐘都抽得夠數 葉國謙還說 每個有心人都可以成立政黨 但是要通過頗多的社會運作 得到廣泛社會認同和支持 不是說要成立就成立得到 實請葉國謙這些也是自欺欺人的說法 民建聯現在又得到了廣泛社會認同和支持嗎 那時候上屆的區議會選舉當中 民建聯都大敗了 輸得 民建聯不一樣在行政會議裡面有兩個成員那麼多 其他的建制派政黨全部都是只有一個 唯獨是民建聯就可以有葉國謙和張國均兩個 可見得到廣泛社會認同和支持 那時候都是多餘的 最重要就是得到政權的銀行就夠了 好了 葉國謙還說 近一個星期才收到紫荊黨成立的消息 他們就未曾接觸民建聯 葉國謙就認為 兩個黨可以有良性競爭 但是會不會合作就言之過早 實情如果紫荊黨成立了 都沒有通知你的話 就證明別人都不需要怎樣給你面子 是不是 你還好意思拿出來說 現在紫荊黨成立 那群土共建制派好像馬上就比下去 當然 港漂治港 也是符合大陸政權的利益 在大陸眼中 港漂也叫做港人 新香港人 這群建制派 老實說有群人就不夠根正苗紅 也有太多雙面人在裏面 有不少甚至乎持有外國國籍 到現在都是不肯放棄的 那這些肯定就是為之騎場派 你當大陸盲的 口裏就叫外國 隨時就拿著本外國護照交腳 所以大陸怎麼會信任這些人才行 就算是根正苗紅 比如說曾育成的弟弟曾德成 那麽算 當年 一樣逃不開 被辭職的命運 所以始終來講 哪一班才是嫡系人馬 盲的都看得出 其實這個土共建制派 本身在香港 就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功能 就是要來制衡民主派 現在民主派已經被大陸對付了七七八八 DQ的又DQ 投亡的流亡 辭職的辭職 諸如此類 拘捕的又拘捕 好了 當這班民主派都被清洗得七七八八的時候 土共建制派的歷史任務 其實都將近結束了 所謂非鳥盡 糧工藏 狡兔死 走狗烹 現在是不是到了 走狗烹的時刻 相信答案很快就會揭曉 其實那班土共建制派的政黨 如果不是背後有隻有型之手撐著他們 使得他們擁有這麼優秀的資源 單憑著他們那班人的實力 能不能夠在選舉當中贏得那麼多的議席 大家心知肚明 只是看看選舉論壇上 這班人的對答質素 完全是差到無論 有些學歷也是流行的 被人發現了 巴基斯坦那些大學的博士 現在那個自己都不稱為博士 說回自己是碩士算數 所以 這班人本身 質素很差 就算是民建聯 全港第一大黨 那麼多年以來 只是出了一個曾玉成主席 對版 其他那些傢伙 如果叫他不是看著份稿 隨時連東西都不會說 所以 真的完全是依靠著 背後的中聯版撐著他們的資源 來推動所謂的地區工作 才是過去贏得那麼多的議席 單憑你們的實力嗎 絕對不是 而且每一次立法會選舉 背後又有中聯版在幫忙協調 那些不同的名單 不要爭來爭去 平均地配票 才令到這些傢伙在直選 都有那麼多的議席 即是葉國謙來到今時今日 他不會以為 民建聯有現在這個地位 是單憑你自己 黨員的實力來發展出來的 是不是 背後那隻有型之手 才是最強的 如果這隻有型之手 遲些他全盤改撐紫荊黨的時候 那民建聯還哪有定期呢 實情那群藍絲 自己其實都應該要思考一下 經常在Facebook群組 在留言板的時候 滿以為可以鬥到黃絲 鬥到民主派 他們就有好處了 實情他們就應該照著鏡 問一下自己是哪裏人 直貫來自哪裏 自己的母語是什麼 只是這三個因素 就已經決定了 究竟那個北方的政權 會不會信任你 所以不要以為 鬥到黃絲就代表有好處 分分鐘這個才是惡夢的開始 其實政權也是樂見香港人 現在 黃藍兩邊分裂 對立互鬥 因為這樣就最容易來管治 如果750萬香港人大團結 對這個政權來講就頭痛了 因為這樣就很難來 逐個擊破了 然後又再講一下 林鄭 今天就去質疑 這個許智峰 他就說 許智峰是向法庭講謊 離開香港的人 他就質疑大家是不是要相信他的說話 以及他對於本港財政系統的指控 林鄭還說 政府做事是有規矩的 跟在社交媒體的發言不同 政府是不能夠過份披露調查進度 否則就難以承之於法 林鄭還相信 銀行也同樣 不能夠將個人資料 攤開給所有人 他就呼籲 要判斷某人的說法是否可信的時候 就要考慮他的前科 對於來自社交媒體的假資訊 就應該極為小心 林鄭就說 判斷某人是否可信 就要考慮他的前科 我們現在一齊來看看那些前科 在2007年的時候 有一班社運人士說要保育皇后碼頭 到了7月份的時候 這個抗爭運動就達到了高峰 在2007年7月尾 某人 親身出席了兩次的公開論壇 跟抗爭者近距離對話 解釋特區政府的立場 而且某人 還引用自己當年 就讀港大的時候也曾經參與過社運的經歷 勸抗爭者停止絕食 某人 還答應保留皇后碼頭 牌匾等等的文物 加以保育 以及會重置 時至今天 皇后碼頭的殘骸 仍然擺在大嶼山 這個皇后碼頭 從何時可以保育得來 到現在仍然遙遙無期 可以說是逃走的 好了又看看另一些前科 同樣在2007年的10月 某人 就多次 跟利東街 即是俗稱喜帖街 那些居民和商戶所組成的關注組 對話 但是 到了 12月尾的時候 市建局就被人質疑是偷雞的 這樣拆樓 於是當時就激到那些 居民和商戶 窄窄 但是某人 他堅持拒絕要撒停這個 重建計劃 真是想問一下林鄭 根據這兩樣的前科 究竟他怎樣去判斷 某人 有沒有誠信呢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